大家好,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冬天不用发面的面食,蒸花卷的两种花形,做法简单,还易操作。 300克面粉里面,加入3克酵母粉,3克食盐增加面的紧性。 搅匀以后,用160毫升温水和面。 面不要和得太硬,家里人口多的话,500克面粉的话,大约需要300毫升左右的温水。 揉成这样的面团后,不用去发面,直接放在案板上,反复的用手揉搓。 我家这边现在是零下十几度,如果直接发面的话,起码要一个小时左右。 这样反复的搓面,不仅能让面在揉搓的过程中快速发酵,而且还能使酵母更加均匀的融入到面当中。 揉出来的面团呢,也更加的细腻,光滑。 蒸出来的花卷,透亮,细腻,柔软有嚼劲,特别的好吃。 大概需要揉搓3-5分钟就可以了。 最后,直接把面团成面团,这样揉好的面团表面是非常光滑细腻的,蒸出来的花卷自然也特别好吃。 因为今天要做的是几种花卷的花形,需要把面分成两个等份,重新把面团给它囤圆。 再用擀面杖擀开,擀成一个厚度约1厘米左右的面皮出来。 擀的面皮尽量擀得圆一些,薄厚均匀,蒸出来的花卷层次也分明。 大家来看一下,面皮擀成这样的厚度就可以了。 用小刷子在面皮上,刷一层食用油,薄薄的一层就可以。 这一步也是能让出锅的花卷,出瓷的关键一步。 接下来,为了提升花卷的口感,再往上面撒一层食盐。 然后根据自己的口味,撒点五香粉,根据个人口味喜好放调料就可以。 再把面皮这样上下对称的折叠起来,叠成三折就可以。 整理平整以后,再切成两厘米左右宽的长条。 接下来,把两个长条叠在一起。 撑住两头,这样轻轻地往外拉,把长条拉得长一些。 拿一根筷子放在中间位置,然后对折。 捏住长条的底部,用筷子在反方向地旋转两圈。 再把筷子垂直地压下去,注意别压断了。 花卷的花形就出来了,层次非常的丰富。 这样做的花卷生坯,不仅美观漂亮,而且层次分明,好看又好吃。 接下来,分享花卷第二种好看的花形做法,也非常简单。 把小面团先搓成长条,一个面团就是一个花卷,大小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而定。 用擀面杖把长条擀成一个牛舌状,厚度控制在三毫米左右就可以。 同样也刷一层食用油,再撒一些五香粉增香。 从一头把面皮卷起来,直到卷到另一头为止。 再用小刀在中间切一刀,注意别切断了。 再用筷子在两端的中间用力地给它压下去。 然后呢,再用两根筷子,把中间的位置这样用力地加紧。 筷子抽出来后,再像这样,从两头往中间这样给它加紧。 这个花形的花卷生坯看起来也是更漂亮。 比上一种稍微费点事儿。 接下来是花卷第三种花形。 把面团擀成厚度约三毫米左右的圆形面皮。 用小刀均匀地在面皮上切出一个米字出来, 得到八个大小相等的三角形。 这时再往上面均匀地刷一层食用油。 跟着我们把所有的三角形这样一次地叠加起来,叠在一起。 用筷子在三角形的中间位置垂直地压下去。 花卷的花纹就出来了。 把三角形拿在手里,然后双手配合反方向的旋转,让底部的花形更加均匀。 最后再把尖端的小尖头,这样给它垂直地压下去,压紧实。 一个花卷的生坯就出来了。 花形也非常的漂亮。 做这种花形的花卷,面可以活得偏硬一点,效果会更好。 花卷的生坯全部放进蒸屉后,给它们醒发至两倍大。 醒发好的花卷生坯,拿起来变得轻飘飘的就可以了。 我醒发了20分钟。 锅中直接倒入适量的冷水,把做好的花卷直接上锅,用大火蒸20分钟。 20分钟后,咱们把蒸好的花卷一个一个地给它剪出来。 花卷捏起来快速回弹,非常的柔软,蓬松。 表面也是很光滑,柔软有层次。 所以说面食好不好吃,揉面很重要,一定要多揉。 掰开看一下,里面也是很松软,一层一层的,层次分明。 这样好吃又有柔软多层的花形花卷,三种做法。 学会了的话,赶紧给家人露一手吧。 喜欢的朋友,欢迎点赞,关注,分享。 谢谢大家。